大批的粉丝排排站 准备要迎接心爱的偶像抵达高雄 高雄这两年迎接许多国际明星 作为门面的机场也成为讨论话题之一 小港机场新航下工程 获得880亿元的总经费 已经于6月30号开始立体停车场的掀起工程 民众也表示相当期待 因为毕竟如果门面好一点的话 大家比较会来 先把原来的国内的航下拆除 等到完成了这个国内航下的这一半步之后 把国际航下移过来 新的这个航下这边 然后再把国际的航下拆除 最后整个新建一个完整的 881个新的航下 民航局规划打造一个 供国内和国际航线共用的大型航下 预计年容量可达1650万人次 其中国际线约可容纳1490万人次 是目前的两倍多 而新航下直郎工程也将在今年8月公开招标 立委赖瑞龙表示 将会持续争取增加航班航点 以及新增中大型的客机 新南向是我们发展的一个重点 所以我们也要求民航局 要求政府持续开出 日本 韩国 美国 欧洲的 包括中国大陆 东南亚这些航班航点 这段时间有些客机受到影响 变成比较小的一些客机 加快这些中大体的一些客机 来飞航高雄的航线 不过小港机场作为南部的国际入境第一站 也有民众表示 因为机场外面的中山四路 是前往小港工业区的必经路线 时常会有轿车与大货车争到的问题 希望借由新航下动工的机会 再次规划动线 因为外面全部都是大货车比较多 希望是可以分流一下这样子 太急了 有时候真的是上下班的时间 会真的太急了 新航下计划分为两期 第一期有望在2030年完成新航下建制 第二期则是在2040年拆除旧航下完毕 高雄近年有黄色小鸭和聚集 韩星的啤酒节等大型的观光活动 期待透过崭新的高雄门面 提升城市的质感 接着张世民领樊飞高雄报导